youtube Hello 大家好 auntie6来了 今天直接进入正题 你知道啊 auntie已经介绍了 那个 ridicule cleaner uncle要买这一架 这一架是很贵 auntie不给他买 auntie讲 我想办法把老板 送一架来给我 真的是送来的 因为他看到auntie拍那一架了吗 我说 我的先生他要买这一家 你们可以不可以赞助 我帮你拍 因为阿姨也上网查了 现在市场上top的三家 阿姨拿了 不用讲了 吓得很开心 吓得很开心 不知道他要放多少钱了 我问他们要卖多少钱 可能他们要卖4千多 5千多 不要紧你们等offer 很开心 然后他说 因为这一个为什么呢 这个是 双手解放 很爽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vacuum 他一定是要换水啦 每天都要装 sample 要装 后来uncle就买了那一家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 我就是放在这个角落 然后你们看到我端上端下 这么烦死人 你知道为什么 他是真的蛮好用 很干净 因为他在死角角落 他都可以少得到很干净 然后这一家更给 这一家就好像洗衣机 洗碗机 自己安装下去的 所以你们家里在装修做 就快点就一算一个位 放洗衣机和洗碗机 如果像auntie这样已经好了的 还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可以解解的 为什么他们有专人来组装的 他的脏水 干净的水 就好像洗衣机这样 他会自己排出去的 本来auntie还在怀疑 uncle讲 他很厉害的吗 他讲 我去买我家 你挤麻烦你知道吗 你要没有地方给你安装了吗 因为屋子已经做好了的嘛 uncle讲可以的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 他说我开那边一个洞 那个洗碗盆下面也是可以 或者放在厕所那边也是可以 然后auntie想到要做这么麻烦 他讲可以的 他送给我们了 我们就讲 这样我要怎样组装 他讲不用的 如果你跟我们买 我们会派专人来上门跟你们组装的 所以他们今天呢 有派人来帮我们组装 我们拍来给你们看一看 怎样用 但是auntie不讲他的功能了 真的 你们上去youtube查 全部香港台湾国外 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dreamy auntie会读的 为什么 你会看得多 查得多了 好 我们去后面组装 这个拍子 很重啊 好 来 大家看看就是这一家 他现在就是advanced到 他一直强调这样 好像洗鸡洗碗鸡这样 这个的水比之前那个大吗 我那个brand是什么brand L10X Ultra ok 这个比他大几多 好像百倍 很多 大概2.5倍 如果是说我不要装bike 我也是这样子放着用呢 也是可以的 如果装bike 这个就要拿开咯 要采用装另外一个的 叫做上不下水的一个模具咯 就是 我也是多余的 如果我不要装bike 我直接买那个便宜的咯 3000多块 就忘了去买这个这么贵的5000 这个你不用换水啊 是啊 双手解放 那中国人很厉害讲的 就是用这一句 这一句话代表 你看 然后这个完全没有用咯 还是有用到咯 因为采用的话 上下水这两个的水箱 是要拿开的 哦 要拿开的 然后这边就空住了咯 啊对 因为过后 等到上下水的模具 就会装在这里面的一边咯 装好过后你就以后 就不用在那边 要用手拿 要拿开那个水箱 来倒水又装水 阿姨听不懂 还是等他装了 我给你们看 阿姨跟你们讲 叔叔问的东西 我问到超越了 这个年代的 他问到好像差不多要机器人 那个机器人就是我咯 他要到那个程度啊 骂到怎样 那个极部啊 要分到这样去 有 阿姨跟你们讲 你要那个问题咯 有 买一个机器人咯 直接咯 他问到是夸张 我现在咯 已经很满意了 你知道吗 我的双手解放到完 他可以装装到这样 那个死脚啊 全部啊 阿姨跟你们讲 他很厉害咯 他那个圈圈咯 他在那个死脚 90度那边 他会出来 他会一直扫的 这个部分啊 这样他可以伸到比较多 他刚才伸出来 我已经很满意了 等下叔叔叔给你看 他的脚是怎样 这样还要的问题咯 是超越了这个年代 他自己出 他自己出 我应该 可以 来 你们来看咯 那边呢 他装啊 是很容易很方便的 已经装好咯 现在我们就要开那个 他的robot 来 所以刚刚 我在packaging 你可以看到他的S-series 有两个脱布 还有他的这个side brush 跟之前的那一家一样咯 真的 阿姨去拿来那一家 看哪一家 你看 我是不是每天要 端上端下 为什么呢 阿姨跟你们强调以后 起屋子就不要这么多楼梯客 他不会爬楼梯 不过将来一定会出一个robot 就好像那个 坦克车这样 还有那个轮可以上的 不然就是像robot这样 他会走的 就最好的那时候 ok 这一家 跟这一家也是查不了哪 他的design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等下这个 他要固物质的时候 他只能够固到客厅 这个可以固后面咯 可以看这个L10 Ultra 它的上面盖 在这个L20 Ultra的design 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design 我们现在采用磁铁 也可以把这样子 可是我把觉得这样也是很好嘛 我不用拿他的盖嘛 对对对 用手打着采用 以前的vacuum cleaner 是那种brush的 所以他一细到那个头发 哇 那个全部捡到很够力了 那时候你发不出的 你要用剪刀来剪 然后这一个呢 他这样的设计很好 他细到那个头发 他会一直剪剪剪剪 剪到这边旁边来 然后你就把那个头发这样拿掉就可以了 就算真的是打蛋糕在里面了 没有关系的 那边有一个小刀 你直接拿来切掉它就可以了 所以装开也蛮容易啦 他说我比你还专业哦 是 叫你老板请我啊 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所以我们来回来 他的小小的架 你要把我回去那边 你直接按好回家就可以了 你慢慢的推后 就那么简单啊 就刚好我想到什么 你知道你这样讲 哦你说上面也是可以 就我就这样按啦 如果我满动 我用我的脚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老人啊 没有力弯腰啊 再老是不是不要紧 我听说还可以用一个什么啊 那个谷歌 谷歌什么啊 谷歌语音 谷歌语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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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这个 以后就摸了嘛 后来我们看到哦 有人哦 那老人哦在国外 因为你知道他们行动不方便啊 他就是用语音来讲 他就叫他 叫机器人扫地哦 他只是这样吩咐不了 他说阿姨更难 阿姨用脚这样 后来我想说是有一天我老 我就轮椅的话 我不是用嘴巴咯 来年轻人就没有了啦 他们一定用手机的 坐在那边玩手机 就按咯这样咯 然后还有一点 因为第一家的阿姨都没有讲到 现在是第二家 他的衣服啊 是 pet friendly 就是 你家里有养宠物啊 猫啊 狗啊 因为你知道waggy嘛 地上他会有那个药水 没有问题的 因为动物有时候 他会去甜来吃到嘛 是吧 他的sample 所以没有问题 不用怕 有宠物的人不用怕 老板喝茶 请喝茶老板 嘿 Google 小黑请开始工作 没问题 小黑现在开始运作 哇做成最好 不用打扫了 嗯最烈的是这一次要买这家 因为每次uncle都是买自己的 每天买HIFI啊 买他的玩具啊 这次这个waggy cleaner最好 为什么 因为要他抹地嘛 要他帮忙抹地 要他做的工 他就会去买这些东西来代替了 喝茶喝茶 中秋节快乐 我要一些些DM Dasher 送给我们的这一家 我要祝他中秋节快乐 那些好悠闻的挫字 开把口声就可以了 叫起 收地抹地 心不丑的啦 这个算不吵的啦 以前是很吵的 它是算很净的 它是在市场上啊 叫什么啊 细成的强力啊 是最高的 这一家里面 我们已经check了 算一个月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 现在是三个礼拜啦 等uncle剪片 要一个礼拜 就出到了一个月了 对 可以做出这么流行 让我们两个老的在一家 那他整在里面 我给你讲哦 这个真的哦 Auntie哦 现在连脚都懒得 用那个嘴巴来叫他 你看他这样子 这样走走走 然后哦 I'm back 这样我们又要再介绍 这架机器了 所以Auntie要像 Terminator 2 安罗讲 I'm back 回来了 你看到我吗 看到吗 我现在全身紫色咧 墙皮也紫色咧 没有 你没有看到我紫色到吗 看得到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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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ntie Liu来了 你以为我是谁的吗 Anoa Schwarzenegger Alien 你还记得吗 那照片 他要杀那个怪物 你还记得吗 那个Swarzenegger 那那Anoa Anoa 或Swarzenegger 他不是很难验的啦 不会验的 然后那个 那个Alien要杀他嘛 那个Alien 你还记得长过 把他那个身体去验的 诶 关掉台子 Hello Google 小黑 返回 返回 返回什么 充电 停止工作一天 Hello Google 小黑 停止工作 没问题 正在停止小黑 那个Alien要杀他 他打不过那个Alien 那个Alien真的很厉害 然后他头发全部是那些电 长长的 然后他跟那个Alien 打架的时候 他打不过 不是那个 马来西亚的首相 Alien 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 然后他打 打不够他 他又要躲 又躲不了他 他的敏感度很强的 他真的是intelligent 才是AI 我跟你讲 然后他怎么样躲藏他 你知道 因为那个有色盲 这个机器扫地人 没有色盲的 这个机器扫地人 他可以鉴别 50以上的障碍物 物品 东西 他可以分出来的 即使你家里有养动物 有那个狗粪在那边 因为这一个东西 他知道平时 他已经跑了 他已经set了这个land area 所以他知道有障碍物 有遗址什么 他知道了 他真的vacuum到很厉害 然后突然之间 如果你养 有一个东西蛮大 或者是一个公共 狗大便 最好那是狗大便 他发现到 他会饶到耳朵 或者是他已经做完了 你就可以看你的手机的 你的apps 他清理的干净不干净 OK 我们讲回我们的 那个alien 然后他就藏在那个泥浆 那个泥巴那边 你不要讲 我们看到布地银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啊 那个镜头有走过啊 你根本都没有看到他 后来那个alien走 现在我们才看到 他的眼睛真的很长 他浮完身体那个泥浆 我跟那个墙壁一样一样 然后auntie 我经验饭 听到我 我穿到碗紫色 跟我的墙壁一样一样 然后我突然之间想起那个电 OK I'm back 讲回 uncle 把那个镜头来这边 auntie在这边来 please uncle坐在这边 我叫uncle讲 uncle讲不出 OK I'm back I'm back 那个alien的那个声音 他很一笔的 他的声音 OK 这一个手机啊 他有apps啊 他的功能是很多很多 然后我们家庭主妇 是不用那种功能的 那种功能是年轻人 好像uncle他们很喜欢 用那个手机啊 小孩子啊 坐在这边吃东西的时候 他会去看啊 他打扫到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啊 你最重要是帮我打扫干净 然后我发现到 他很厉害 他就好像以前小孩子 因为auntie以前也叫过小孩子mati 他就会 mati了 因为我的厨房很大 他会mati 三分之一 他回去洗mati布 然后我又在 我就奇怪 还没有做完你就回去 然后 你要洗了他mati布 他又出来做第二份 那三分 然后auntie就问uncle 哎 他还不错咧 他会跟我mati三次 回去 三分之一去mati 他又回去洗步 洗干净又出来再mati 原来什么呢 uncle叫那些工作人员 帮他set好来了 因为auntie很阴近 你也可以set一次mati 还是分几次mati 你也可以set他加强 如果你不准干净 你不是一次 因为我没有mati 因为我每次在那边煮饭嘛 然后那边啊 小孩子泡嘛 要喝水啊 那一份啊 dried kitchen那边 auntie哦 每一次煮了我就要mati了 为什么 像我的儿子 一筒走天涯 你要做什么 因为auntie的厨房 和客厅 然后我的孩子 我两个儿子 so每一个saturday 他们没有读书 我就不管saturday 你们两个人就要帮我mati so他跟他的哥哥两个人 我mati客厅 你mati厨房 然后我的儿子呢 就一筒走天涯 你知道怎么样 一筒走天涯吗 就以前的old style的 vacuum cleaner这样 他就一次跟你 走走走走走 mati到完了才回家 洗他的拖把 洗他的mati布 这一个呢 就像我的小儿子这样 他不是一筒走天涯 我儿子mati kitchen的时候 mati一个kitchen 我的儿子会换三筒的水 所以我每天mati 我那个大番薯 怎么你mati一桶水啊 kikmati就三桶水了 我儿子就笑笑哦 因为厨房比较肮脏 所以我的儿子会mati 三桶的水就是 mati一部分 又倒掉又再换 然后这一个也是这样 他可以mati一部分 三分之一 他回去 洗干净 洗干净他的拖子 so以前的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布拿出来 自己用手洗干净 这一个不用 他自己洗干净 他回去他会红 很干 对99% I'm back 等一下先 来 auntie给你看 为什么auntie蹲在这边了 来auntie给你看这个后面 这个很好一点 就是以前我们要测来自己洗的嘛 以前是这样 逗下去的嘛 这个很容易的 它是磁铁的 magnet的 这么难吗 啊磁铁的 你看到吗 下 啊不了 突后不 末不一起下 来 ^^ ok 然后啊你看它这一个的功能啊 它只是伸出来 两个mm出来 然后这一个呢你看这边 它会把这一个呢 拉出来 多一点 就是在死角那边 它自动伸出来了 如果没有死角它就走进去 它会走进去 然后以前的扫地机器人 它是有这一个两个的 是吧 它这一个就一个 它扫 你看它吐出来的 它会把那个死角的拉丝全部扫进来 扫来这一边 ok 开始清洗脱布 你看它清洗脱布 你听到有水声吗 它把肮脏水拍下去 以前我们用完了 两天到三天 Auntie就会自己拿去倒掉 但是也是蛮容易的啦 对我来说 因为我也喜欢那些肮脏水 因为我来淋花嘛 我不用浇肥嘛 不用放肥嘛 看哦 看哦 这个很厉害哦 它可以把它的脖把 伸到到10.5mm 这个很重要哦 它可以伸 它可以伸起来 所以避免它可以加里面 扣着它可以抢 所以它可以脖着走 对它可以抢 然后它就给它很好 它真的是很安全哦 因为那个地址如果它看得比较暗啊 不够光亮啊 它会一直都在灰灯了 你看 让他不知道里面有障碍 他要注意到里面有障碍 没证明 不过他要进程 然后你看他刚才有讲 他自动继承了 来我给你看 跟以前的vacuum cleaner是一样 但是这一个 Auntie跟你讲每一个他会自动继承在这一边 然后不是Auntie 我有看那些专业的他们就拿来 Compat 他们Compat到他这边有一个洞 飞尘他会自动继承进去 然后很多还会残留 多少的飞尘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almost 差不多是给他继承完的 不是Auntie讲是专家讲 Ok 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一点就是这边 他的托把如果你只是要vacuum 不要抹地他就会自己 把那个托把托出来 然后这一边用久了是吗 你可以按一个他那个appsite website那边呢 他会自动帮你洗这边干净 试试 双手解放 很心囊 我好像在那里做model广告这样 要讲这个东西 Ok 他有也是像那天那样 那一家一样一样 他有叫什么 AI相机 AI相机 还有一个咧 什么导航啊 AVS 导航 Hello 恒代 我要讲伟红 这是伟红 那个怡宝 Auntie也有看他打 因为他们年轻人 因为他们年轻人 Tache Auntie没读到东西 所以你们要看他的功能怎么样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伟红的video 他有介绍到 然后呢 你们也不用怕 这些他的apps 因为我们不需要的话 我们在Auntie 最重要你要给我抹地干净 自动扫 然后呢 你要install在你的handphone 我们会很害怕 是不是 不怕的 他们会有人给你安装的时候 他会叫你怎么样install你的app 怎样开关 是很简单的 然后Auntie的apps呢 他又很好哦 因为我有两家嘛 也是他们的一个公司 同一个公司 所以他在我的app里面呢 他就把我这两个机器人呢 分成一个叫小黑 一个小白 所以我也是很怕 但我叫Google Google Hello Google 小黑帮我清理 等一下我要叫小 另外一家一起勒 没有 我就叫他小白清理 所以小白他就会做工 小白 负责客厅 对就是这样 然后还一点 Auntie要跟你们讲 你们还是要去市场看 哪一种比较适合你的家 因为这个价钱都不便宜 你知道 你没有那个事物在你的手上啊 你没有自己去看啊 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们去Auntie去看了 他就在上位 上位Pyramid 上位Pyramid 四楼Burger King 的对面而已 然后那一层楼 全部是卖电子产品的 他叫Dreammade 他的招牌 你们可以去看 他有食物在那边 然后你们去看 对他会示范给你看 怎样用 到时候你就看了 你要这一架 还是要那一架 还是要小白 小黑也可以 其实那个小白都很好 小白是适合 比较适合 Apartment Condo 那范围比较小的 是真的很适合 但是这一个呢 就好像洗衣机 洗碗机 Auntie一直跟你们 Mention就是这样 大的屋子用 真的很好用 他甚至 Auntie的这个椅子 因为这个比较轻 他可以继续到 等一下Uncle拍给你们看 他可以继续到 因为这个有缝 他可以把它伸进去 然后他还 因为这个很轻 他很有力 他可以伸进去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椅子都推一推 所以我看到这样 嗯 没拍 可以 Hey Google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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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充电 帮我烂熄 烂翻黑 抱歉 我没听懂 我的华语不准 Hey Google 小黑停止工作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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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去 继续返回充电 白天帮我烂饭 你看 Auntie叫他回去就回去 叫他扫地就扫地 叫他扫地 叫他扫地 有时候 第一点东西在那边 Auntie就要他扫地 以前 以前有Caca的时候 我们叫Caca 我们都要温柔一点 有时候一点点 Auntie也不敢叫他Auntie自己做的 因为不好意思 人家都是这么忙 我们这么得空 对不对 现在很爽 这样 对那个机器人好像很刻薄 跟我工作 Hey Google 小黑开始工作 OK 小黑现在开始运作 他要清洗托布 你看是不是 我叫他了 他就讲OK 小黑现在开始清洗工作 其实爽一点点就叫他Vacuum 一点点就叫他做 有时候走到那个地上 好像不爽 知道吗 我们觉得有非诚 这样很宁静 所以又可以这样吩咐他做 很爽 有时候他觉得他有生命 这样拿他来玩锁 尤其是Uncle 没听到 要洗毛洗 给我出来 泰国病 在外面的时候 也是这样 我叫小白看一下客厅的门 等一下又叫小黑看一下厨房 你知道我们老了 有时候怕 不过没有关火什么 看一下 有时候有没有热火 我今天来买 露了 哎 怎么记得 再来烤一下 再给烤一下 再烤好用 他有这个 叫什么 叫什么 AI智能 他有这个AI智能 真的 现在的东西真的 阿姨 越来越进行 OK啦 不要再讲了 阿姨再讲更长了 我去载我手里发布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阿姨没有时间做月饼 我已经忘记了 回座 放手解放 好了 不要再拍我了 好